Hello,大家好,我是Wine Time酒吧吧,Alex 今天很高興請到阿根廷酒莊Methic的代表 Lichlis, Export Manager,是亞洲區的 來到這裏幫我們講解這兩瓶酒有什麼分別呢? 一瓶是Block的系列,一瓶是Barrell的系列 由木桶的時間,樹齡,甚至soil都講一下 我們也會試飲,看看口感方面有什麼不同 Lichlis,可以告訴我們兩瓶酒的分別嗎? 當然,當然,Alex 我們今天有兩瓶酒的最重要的瓶酒 我們有Methic Block和Methic Barrel 最重要的分別是葡萄和葡萄的尾巴 例如Methic Barrel,是我們最老的瓶酒 這幾十年代的葡萄酒 它是在1930年代的葡萄酒 所以所有的葡萄酒 都出現從最老的葡萄酒 我們有在Cazarena的瓶酒 另一個重要的分別是葡萄酒 我們在12月的葡萄酒 我們葡萄酒 我們在12月的葡萄酒 而Methic Barrel 我們在15個月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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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看到不同的葡萄酒 這兩瓶酒 其實都是Methic最高端的兩款 兩款都是升高軟 而Barrel這款就是樹齡更加老 1930年已經開始栽種 是90年的樹齡 而木桶陳全方面 Block Level 他放了50%是美國桶 50%是法國桶 而放了12個月 會比較平衡 而Barrel會放久一點 就放了15個月 法國木桶 全部都是法國木桶陳全 還是全新的 因為葡萄更濃郁 需要新的木桶 陳全會更濃郁 更平衡 就是更加多些葡萄酒 而酒莊在這兩瓶酒推出市場之前 也都會放在酒教那裡陳全 Block Level會放半年 而Barrel就會放一年 做了一個所謂Block Food Aging 它就會更加穩定 我們來試試酒 然後告訴我們這兩瓶不同 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 不同的不同的瓶酒 各一瓶酒 我們有一個洋酒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 很平衡的酒 和白熟的酒 它堅持有白色 你可以找到 種椰酒 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找到 種椰酒 是非常好的 配合 用柔子 例如,在另一旁,你会看到在《Mythic Barrel》更多的重量,更多的激烈 wine 由于15月份的茎盐继续为15月份, 殖茎的茎盐继续有很多激烈 wine, 如有很多脂盐的茎盐继续为15月份, 是很激烈的酒,適合鸡肉,像是在阿杰帝那裏。 希望你們可以嘗試這兩款酒吧, 大家好! 乾杯! 乾杯 很明顯一入口感覺很重 很集中度高 無論是酒體或單寧也比較強 擺墓的時間也比較長 15個月也是法國的新木桶 所以有些煙草的味道 甚至是咖啡和雷拉的味道 也比較出色 適合一些比較重的食物 例如後排 酒和食物也更加昇華 好,謝謝Likers 這場詳細介紹兩副酒 要密切留意我們的Facebook帖 我會立即做一個很優惠的推廣 謝謝Likers Alex,謝謝你 再次邀請 這是我的幸運 今天與你們一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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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 敬請